位于北二高和宝桥路间的新店第一公墓 随着都市发展 人口是越来越稠密了 因此在经过评估之后 从今年的5月份起公告进行签账作业 新北市民政局在此表示 除了原本的补偿费之外 如果您在期限之内自动迁移者 还会加发50%的自动签账奖励 所以要呼吁牧主或者是关西人 您必须在9月底前赶紧到新店区公所 办理相关的事宜 新店第一公墓就位于北二高与宝桥路间的平缓坡地 整个墓区存在超过了100年 甚至有许多墓是从清朝遗留到现在 但随着都市发展 当地人口越来越稠密 在考量公共利益及发展等需要 今年将进行签账作业 而为了鼓励墓主于限期内自行迁移 除了按照新北市签账补偿费规定计算补偿金之外 另外还有自动签账奖励 估算最高可领到11万5500元 为了鼓励民众还有牧主能够自行办理签账 那除了一般的评估查估的补偿金之外 我们鼓励自己办理签账的民众 我们加发50%的奖励金 新北市民政局表示 这次签账的范围面积约4.1公顷 约有3000门公墓 预计在两年内完成第一期签账作业 公告期限到9月30号为止 如果公告期满 未签账者将依殡葬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安错在公立纳古塔 根据这个殡葬条例的相关的规定 那我们没有在公告期限内 就是9月30号以前 自动办理签账的牧主呢 我们会请新电视公所 进行相关的期决签账 那为申请主动签账的 这个相关的牧主呢 我们会帮他安错在 三支跟平息的公立纳古塔 新北市民政局指出 除了可以选择领取签账补偿金之外 牧主或其关系人 也可以申请签置指定的纳古塔塔位 两种方式则其一 而第一公墓在完成签账作业 将会以公园绿地作为掀起规划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电采访报道